《学位单词兵读》第13天来了 今天咱们来学习两个原音组合 这两个原音组合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不是特别好读啊 你看它们两个有个共同点结尾都有个R对不对 咱们以后看到R的时候咱们有个卷舌音啊都 RR有个卷舌音在里面 因为每一般都要有个卷舌音的 好AR该怎么去读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AR它的发音很像乌鸦在叫 你看乌鸦怎么叫的是不是 RRR对不对 它的发音跟乌鸦真的很像 但是咱们一般要卷舌的读作 R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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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当然也跟咱们的数字R翻译很像是吧 所以说如果你忘了不知道该怎么读的时候 你可以发出乌鸦的音或者说发出这个R的音 看这个单词AR组合读作R 记住啊看到组合直接画起来不能给它拆开啊 前面翻译是KKRCAR 原因组合是R 前面翻译是KKRCAR 翻译是D CARD 原因是R 前面翻译是PPAR PAR 翻译是KPARK 原因是R 前面翻译是MMAR MAR 翻译是T MART 最后咱们再读最前面这个词哈 翻译是S SMART SMART 所以说咱们的AR原因组合就读作R R 乌鸦音 这个原因啊你看 它前面这个原因是O O 对吧 然后再卷是R 连在一块是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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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,原因组合是or,前面的符音是f,or,for,符音是k,fork,fork,这个原因组合是or,前面的符音,注意啊,S这是个组合,不能拆开啊,符音是sh,or,short,符音是t,short,原因是or,符音是p,or,por,符音是k,pork,pork,所以说or组合就读or, or,ar组合都or,好,赶紧去练习一下